C.S. 狂潮再起 見證超人氣射擊遊戲的全新面貌 終極使命戰爭機器工作室最新力作 團隊合作殺出重圍 A.C.G. 大百科 ACG 大百科 Konami 萬年祕跡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BA 不知道你就落武囉 搶作玩偷偷馬尼歐派對9 最適合全家大小一起同樂的終極友情破壞遊戲 精彩內容盡在巴哈姆特電玩瘋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巴哈姆特電玩瘋 我是瑋莉 之前大家都會對超級英雄所改編的遊戲 有一種刻板印象就覺得 他改編遊戲之後都不怎麼好玩 不過蝙蝠俠阿卡漢城市還有小丑大逃亡 已經顛覆了大家的傳統印象囉 那這次蝙蝠俠也推出了新作 蝙蝠俠阿卡漢城市年度合集版 你們到底收錄了哪些內容呢 收錄了之前已經公開過的下載內容之外呢 還有女醜復仇的全新遊戲內容喔 所以呢想要了解更多蝙蝠俠的內容嗎 不妨呢不要透過這次的機會喔 那本週還有哪些以上市的新遊戲呢 我們來看新Game報導 神話時代的世界 殘暴的屠殺 痛失親人的血海生蟲 這些要素加起來 是不是彷彿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呢 但這回可不是大家熟悉的 逆天光如老克雷多斯喔 是登場在XBOX 360上的 RK動作遊戲新作 Blood Forge 敘述著主角 Koom的復仇之旅 除了血肉橫飛 兇狠廝殺的動作要素之外 武器有劍、大狼頭、雙爪等等裝備 可以在戰場上隨時切換應用 後來主角會獲得強大的魔法 來幫他在戰場上生存下來 還有神勇的狂戰士狀態 與升級系統等等 作為一個動作冒險遊戲來說啊 內容是應有盡有 而身為當代最強戰士的Koom 究竟是哪裡得罪了眾神而被換回戰場 又為何被稱為毀滅者 能不能成功復仇呢 你就帶領他殺出一條血路去改變命運吧 看到這臨場的翻滾鐵牆 還有換子彈的動作 玩家們有沒有覺得實在是好眼熟啊 哈哈別懷疑你的眼睛 這款新推出的 線上第三人稱射擊遊戲 終極使命 可不是什麼山寨遊戲喔 它可是由戰爭機器的製作公司 Epic Games所開發的 既然是吸出同門的兄弟做 會長得像也是理所當然的啦 以為它只是繼承了老大哥的操作方式而已 終極使命結合了第三人稱射擊的高度動作性 還有一般射擊遊戲當中常見的各種遊戲模式 衍生出了許多有趣的玩法 像是在PVE模式中 玩家將面對火力強大的改造人部隊 和兇猛的實驗體怪物大軍 至於讓玩家們對戰的PVP模式 雖然遊戲進行的模式還是常見的 團隊死鬥與設置炸彈 不過因為是以第三人稱的方式來進行 在移動與戰術上更是需要玩家間的團隊合作 刺激的程度可是更上一層樓呢 比起FPS遊戲單純的野民手塊 終極使命不僅考驗玩家的設計準度 玩家還需要更成熟的利用各種地形與掩體的動作技巧 才能夠在異波波攻擊中生存下來喔 喜歡打爆噁心殭屍或是各種血腥場面的玩家 又有新選擇啦 獅金風是一款有著許多詭異場景和可怕殭屍的恐怖動作遊戲 而且還結合了心理學以及靈異現象等元素 帶給玩家與眾不同的驚悚體驗 故事背景是描述一群人因為核戰爆發而躲到地底避難所 過著長期封閉以及被獨裁者統治的生活 主角Albert雖然是一名精神科醫生 但在整治病人的同時 自己也被詭異的夢境換下所擁擾 更慘的是他還被無故地捲入一場恐怖病毒感染的風暴之中 雖然是一名醫生 不過主角面對怪物打起架來也是很兇猛的喔 除了可以使用槍械鐵錘或是斧頭等武器來戰鬥之外 在敵人倒地之後只要近身給他致命的一擊 還會出現爽快的終結畫面喔 除此之外遊戲還有一項特殊的恐懼系統 要是主角身處在黑暗危險的場所 或者是聽到恐怖的聲音就會進入恐懼狀態 這個時候主角的戰鬥能力會變得薄弱 甚至連槍也拿不穩 哎呦真的是嚇死人了 到底這一切都是主角瘋狂的幻象 還是這個世界真的隱藏了什麼可怕的真相 就等玩家自己來發掘囉 生活壓力太大想要發現嗎 趕快來試試這款瘋狂警車 Smash Pops 吧 遊戲中的警察伯伯是不帶槍這種危險的東西的 他們逮捕犯人的方法就是瘋狂的橫衝直撞 把他們的車子全都撞個稀巴爛 遊戲的操作方法相當簡單 只要按著警車後方車子就會前進 往左右滑動車子就會轉彎 想要攻擊敵人的話 只要另一隻手點一下畫面 車子就會朝內的方向衝撞 等到歹徒的血量降到0 就算過關啦 隨著過關星星數的累積 還可以解開更多的車輛 喜歡刺激警匪追逐戰的玩家千萬不要錯過囉 手機上最受歡迎的角色扮演遊戲之一 艾諾迪亞系列會出第四代囉 一進入遊戲 玩家要先從黑暗騎士、忍者、黑魔導、祭司、暗影獵手、狂戰士等六個職業中 選擇自己喜歡的角色 至於操作方式和介面都和三代差不多 而像是合成、傭兵、任務、組隊等系統也都延續了下來 就算你沒有玩過上一代 看看這全中文的介面 相信即使是新玩家也能夠很快的上手喔 而且這次四代的畫面又更加的進化 加上華麗的特效和流暢的戰鬥節奏 絕對是手機上不可錯過的RPG大作喔 絕對武力、天球攻勢 CS狂潮再起見證超人奇射擊遊戲的全新面貌